這是我們的公司的歷史博物館 從2006年開始 基本上大部分的228 所有的228 公司的228 今年已經都在這四個館舉行 為什麼會在這邊舉行 其實是有他意識 因為在1947年的3月9號 軍隊第一次鎮壓 其實是從週末上面下 直接來到公司的歷史博物館 那個時候的公司的市政府 然後掃車裡面的所有的出入圍會 還有市財務館 所以基本上就有些留錢 但是臺灣上面有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二樓 各地做一個查證者 因為查證者基本上就把 當年3月1號的事情 重新回復一次 所以基本上 我們希望能夠讓公司 知道3月1號的哪些事情 我們在一樓軍 就3月1號之前 做一個稍微探討一下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法的這件事 有幾個月27號晚上 在大澳場之前 長期吃煙 然後造產之後 2月28號的起煙之後 開始造產 所以有一樓台各地 它的稅金 從前然跟一路慢移下來 所以基本上 到了高層的時候 基本上是3月3號的時候 才是慢移一下 到了3月3號 到達高層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時候 高雄的駐軍 有兩部分的比較重要 一個是在高雄的標賽 施力作合 施力是銅鴻鞋 這個世界上是 最重要的一個組織 另外一個是在鳳山 快速20隻 獨立團 基本上在這個時候 因為一開始有些 所以在3月的時候 又讓銅鴻鞋 有很多管理 反衛軍師 所以為什麼到後來 要先跟上次來 跟銅鴻鞋談判 就是這個 那在明天的部分 從3月3號開始 發生中學之後 3月4號 高雄第一 中原都出生 是為了一位 3月5號 跟所有的其他城市 一樣 是參與的各有地方的 就是在這邊進展 2月8號 事件前面 一位 才3、5、6、8 然後他們3月5號 有提出一個要求 希望你們能看看 那是恐慌性要求 提供在哪 所以3月6號 一早 9點的時候 有沒有7位代表 就上次要再看看 這也是後來 3月6號 事件爆發 然後獲勝 所以 那我們 至於教育要辦公室 這上2樓的場所 才是在一起 跟大家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長官 我們現在繼續做有關於3月6號的情形 那3月6號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到 上山之後 基本上洪明明就跟這7個人一起 這7個人分別是洪明明的父親 洪新靠四參議會的議長 然後就是林宇財復之師的父親 然後台電的高雄辦是主任宏旭先生 然後日產主任 土方明就是土理事長的父親 然後牙育犯長榜人員 父親上將 以及公司的市長 黃仲基的7個人上去談判 一談判沒有過多久 然後洪仲基就說 土方明有帶槍 然後就立刻把他們給鎮壓起來 然後就把他們抓起來 這3個就立刻抓出去 事後根據去訪談 後來訪談的佛訓 他說其實他在那邊根本就沒有看到任何的槍子 事實上這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一個 就是已經設計好的圈套 那當場就這3個被帶出去 然後這4個就軟禁 接下來孔仲基就立刻派兵 就從我們這邊 從總好可以看這一面 就從我們的 壽山的要塞事業部 然後就開始開車 分成兩路 分成三路 一路是往市政府這裡 因為做的市參議員 做的精英都在這一棟房間裡面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在這邊 就立刻掃射鎮壓 另外一批是雄中 雄中跟火車站在這附近 他們一路往雄中 一路往火車站 因為雄中基本上那時候有些外省人 是在那邊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開始去 然後就配合鳳仲的律師 開始進行鎮壓 那我們希望能夠還原這件事情 這次的鎮壓 基本上因為國軍那個時候還沒有到達台灣 所以這次鵬仲基自己有章 所以他也算是全台灣最早的武力鎮壓 所以基本上他們是鎮壓的第一牆 就開設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既然開設在這裡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還原3月6號的這個死事 所以我們特別設計了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 基本上是在以前的市長室 這一間是以前的市長室 那後來市政府搬走之後 那我們就把最重要的這一間 留下來作為這個展覽 那我們可以看到後面這個模型 不好意思 可以看到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 是我們 2012年的時候特別做這個模型 做國王市政府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模型 來重現 整個當年3月6號的事件 那我們就 等一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好 請放影片 對 請統統看等一下上面的影片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拖板 從那裡 可怕 拿出來 進鑽 按字幕 1 2 2 2 5 2 3 2 3 3 2 1 我不是 插在豚肉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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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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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来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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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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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民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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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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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在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架 在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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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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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總統 議長 所担任的團隊 我們今天就在這裡紀念 要祝感謝 這條路真的不是說得好走 各位 要來唱這條歌 路 詞曲 曲 李宗盛 路 美安作業 早上 夢不營養 一葉心肝 也算勇敢 有時也事命會出 雲命 將軍人調的海這麼寬 走 女的女人問笑更 贏贏 在幾個難不理督 哪一隻幾隻會會請 他們一路一路三人到吃 有路 咱遠路照看 有路 咱丟客過而已 時間 一中來 面月照驚 甲楊枝麦來說 事實 無空 愛心來虐擦 無空 忍必忧願構 未來一張無記憶的地道 一笑在叫我 一笑在叫我 愛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這看 驚娘也問猶豐 呀呀 啊 它開的人不離開 我們一招一招會唱 它這路這路三 咱夠吃 有路 咱的路 唱歌 有路 咱都唱歌而已 時間 依中來 也沒頭走 不敢用錢 別來賭書 不更 愛心來猶賞 不更 依品有言動 未來 真正無憑 可憐不夠 真正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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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愛 但求全心付出 在捨去時 我們便有所得 在赦免時 我們便蒙赦免 前輩 家屬 今天 我們做回來我們的所議長 有議長 我們的基金會 我們的薛法院 董事長 王文鋒 我們的理事長 我們在地的大家長 我們的冬季麥 董事長 我們今天有做回來的立委 我們的部長 還有在座我們所有的貴賓 大家好 我們現在站在高雄立書保護館的頭前 我們要認真看 看到大門旁有幾個部長 這是七十四年前 高雄立立辦的立書現場 這部長是要暗藏當年 慶祭會破坑 1947年3月6日 在228後的不安的氣氛中 高雄要塞司令 司令部扣押了前往溝通的社會選擇 軍隊也隨即進入市區 市政府 火車站 高雄中學 都是軍隊的目標 市民犧牲慘重 我們王文宏理事長 他的父親就在這個事件中遇害 在座也有當時進行溝通的 我們高雄的騎勞的後代家屬 小心活下來的人也受到極大的衝擊 像是大家所熟悉的何明敏前輩 他的父親彭清靠先生 就是當年的議長 也是被扣押的溝通代表之一 在放出來之後 心情粉碎 他再也不理會公共事務 2028年後 到後來的幾十年 的委員通知 如果我們台灣 遇到一個世代的精英 讓大多數的台灣人 親手 很親口先生 不想再說話 已經離開的人 沒辦法說話 還在的人變成不敢說話 不然是2028這三年 是社會的經濟 所有經過 那個年代的人 心裡都有一個小群眾 不過 在委員通知之下 台灣人民不放棄 一台還有一台的台灣人 台灣人民都是為了 我們的民主自由 繼續在打拼 紛爭 在高雄發生的 政策事件 未來的政策事件 都是 我們的台灣 驚訝民主法的關鍵 現在 我們談起228 經常要記取教訓 經常我們提起 我們要記取教訓 不要再重蹈覆徹 其實 在今天的民主台灣 軍事鎮壓 或者是國家暴力 無端的逮捕和殺害 都已經 離我們很遙遠了 但是 我們應該理解 228事件 不只是1947年春天發生的 單一事件 後來的清香 白色恐怖 和威權的陰影 是生活在台灣的每一個族群 每個地方的人們 最傷痛的回憶 今天 我們聚集在高雄 紀念受難者 撫慰遺族 也要互相提醒三件事情 第一 我們必須誠實面對自己的歷史 這幾天 很多人注意到 在228以及後來的威權時期 軍法官判死刑的紀錄 還有政府高層違反權力分立 介入政治案件判決的紀錄 都已經被公開了 這是促轉會所推動的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的內容 我們希望深入了解 威權統治下壓迫體制 到底是怎麼樣侵犯人權 這樣才能提醒大家 只有民主制度才可能出現一個自我節制 勇於反省的政府 第二 我們必須充分保障人權和人性的尊嚴 去年 符合聯合國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已經正式成立 這個獨立機關 不只是要撰寫報告 也要持續地檢驗各項人權保障的規定 是否符合國際標準 同時 還會協助各個機關 政府機關 讓公務人員有更多的人權意識 國際上的經驗告訴我們 民主有可能倒退 威權也可能復甦 要避免悲劇重演 就要把人權意識 內化成政府體制的DNA 這也是我們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目標 第三 我們必須堅守民主自由不能交換的價值信念 民主制度發展的過程 需要經過辛苦的調適 也可能進兩步 退一步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社會太紛擾了 懷念起威權統治下的秩序 但我們始終要記得 肯切地傾聽民意 和人民對話 讓多元的聲音自由地呈現 讓創意可以自由自然地發揮 這樣的民主和自由 才是台灣能夠持續發展的關鍵 這是最基本的價值 不能被交易 也不能被交換 二二八距離現在已經74年了 每一次舉辦中樞紀念儀式 不僅代表國家的反省 也代表台灣人民 不會忘記威權 曾經帶給我們的苦痛 更會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 剛才陳其邁市長有提到高雄中學 在高雄熊中的老師和學生 都要記得校園裡 紅樓牆上的彈孔的由來 來參觀歷史博物館的人們 也應該要知道門口的補丁 是怎麼一回事 當年犧牲的英靈並沒有離開我們 他們安息在故鄉山河的懷裡 活在同胞的心內 今天生活在台灣的我們 以及未來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民 我們要團結 要努力 繼續定義出我們自己的歷史 讓自由民主的花朵 持續開變美麗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統致詞 請總統留步台上 為我們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在二次大戰 猶太人集中營牆上寫上 一篇短短的小文章叫 我相信 我相信太陽 儘管他不照耀 我相信愛儘管我感覺不到 我相信上帝儘管他默然不語 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第一位受難者潘洪全先生 由孫子潘士豐先生代表受班 受難者潘洪全先生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 遭逮捕導致名譽受損 第二位受難者陳昌海先生 由女兒陳花蘭代表受班 受難者陳昌海先生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 在蘇澳被逮捕 誣陷 羈押數日並遭刑求 第三位受難者陳文治先生 由公子陳揚洪先生代表受班 受難者陳文治先生 日本法政大學畢業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 被國民政府已發表荒謬演說 罪嫌逮捕 羈押兩個多月 李誠總統將前往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獻花 有下面長官要陪同總統先行前往 牧師來念這些官員的名字 長官的名字 第一 蘇澄張院長 第二 游錫坤院長 第三 陳其邁市長 第四 薛董市長 第五 王李市長 第六 李永德部長 第七 徐郭勇部長 第八 李俊毅覆密 第九 史副市長 第十 楊執行長 十一 李孟燕秘書長 十二 羅秉承發言人 請念到名字的長官 隨同總統前往二八紀念公園獻花 其來賓請我們繼續留在現場 我們聽高雄市管樂團為我們演奏 總統獻花場的畫面會直播在螢幕 然後最後音樂結束後 我們會留時間給各位家屬以及來賓 我們會發放百合花 然後前往對面去獻花 請我們繼續留在座位 聆聽高雄市管樂團的演奏 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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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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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